不管漏水的原因如何 我們未經要求體育局一定是強力要求遠修 落實當時的承諾在10月底以前完成各項漏水的改善工程 所以如果在10月31號之後還是有漏水的情形 當然我們依照合約相關的規定 就是有一天開罰10萬元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市府非常堅定的歷程 目前我已經要求警察局透過專案的方式研查研辦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查獲了49件 51人345張 所以我要再次的呼籲並且強調切勿以身釋放 我想販賣黃牛票是非常惡劣的行為 所以警察局一定是加強嚴格的查辦 那當然大家關心對於查獲的黃牛票作廢之後 我想我們會持續的跟主辦單位來溝通 不管是重新釋出或是做公益使用等等 我想我們還是必須要跟主辦單位來溝通 那大志願有什麼事? 因為未來有機會跟台語不同展示 那大志願是下一個推展? 我想當然能夠有這樣的紀念球 對於整體棒球運動的推廣 只要有幫助 當然都非常樂見 樂觀其聲 所以不管在大巨蛋 或者是任何地方都想展出 只要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覺得都很好 當時我們呼籲頂月能夠主動 將爭議的20%容許獎勵 申請拿掉的話 當然就可以脾氣各界的爭議跟紛擾 同時也能確保 進化緊周邊的整體的安全 當然現在頂月堂人他有自己的討論 沒有來主動申請 拿掉這爭議的20%容許獎勵 當然我們市府的立場 仍然一貫就是依法行政 所以就是接下來他們施工到 一個階段要來報勘驗 我們就不予施工勘驗 那後續如果不來報勘驗 而繼續施工 就是勒利停工 所以依法行政也已經達到 使之停工的效果